兩天前,區議會選舉是順利進行 無論在投票和點票的工作都是有罪地完成 我昨天已經就這次的區議會選舉發表了一個聲明 今天我想多說幾句 今次的區議會選舉可以說是一個不一樣的選舉 甚至可以說是排除萬難來進行 這次的選舉 如果大家記得在11月24日投票日之前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有人不斷地問其實還要不要辦這場選舉呢 我們有沒有一個安全有罪的環境 可以進行一個公平、公正、誠實的區議會選舉 所以今次11月24日和平有罪的選舉 是在這個氛圍之下舉行得到的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我本人和主事的官員 即是聶德權局長 我們都多次出來反覆強調 特區政府會竭盡所能 來辦這場區議會選舉 原因呢 如果大家記得 我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裏面 都表示了 無論在處理今次的社會動盪 或者在未來施政 我們都要好好地掌握三個原則 第一就是堅守一國兩制 以及維護在基本法之下 保障市民的人權和自由 而選舉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權來的 第二個原則是維持法治 香港有一套非常好的選舉法 來維護我們的選舉 可以在公平公正誠實的環境之下進行 第三是要保持香港的制度優勢 而選舉 一個公平公正的選舉 是我們重要的一個制度優勢 更何況今次的選舉 是為全港18區的區議會 選出一些區議員 為市民來服務 當然在當時我們說 要揭力去辦這場選舉的時候 我們不是完全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大家都記得我曾經在這裡說 可能那個主導權不在我本人那裡 因為我們看到 即使大概在11月24日之前的十日八日 香港社會仍然充斥著不斷升級的暴力 有大規模的島路 甚至一條主動脈 紅磡的海底隧道 到今天都未能夠開通到 亦都有很多的破壞、縱火 和傷人的事件在發生 但是遊行 經過各方的努力 我們成功辦了這一場的區議會選舉 所以在這裡我是要感謝各方的努力 第一就是再次感謝香港的市民 在一個相對動蕩的氣氛之下 是有罪地出來投票 而且是非常踴躍的投票 投票率是高達百分之七十一 有成接近三百萬人 是投下了他們的一票 第二個我是需要感謝所有候選人 因為我剛才說了 今次的選舉工作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環境之下進行的 所有的候選人都是無懼今次選舉 面對的挑戰參與這個選舉 特別是在選舉工程中 受到一些人身的威脅 他們的辦事處 他們的宣傳的單張物品 受到毀壞的這些部分的候選人 他們的努力是特別是值得我們認同的 第三我是當然恭賀 今次新當選的所有區議員 他們將成為十八個區議會 這麽重要的地區諮詢組織裏面的成員 地區工作或者地方行政 在香港政制裏面還有一環 亦都是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在這裏寄望 新一屆的區議員在未來四年 都在這裏擔當他們重要的責任 第四我是需要感謝 行張卸任的現屆區議員 很多都是很資深 在地區裏面盡心盡力 服務市民很多年的區議員 亦都有多位很資深的區議會主席 他們過去在地區的工作 是值得我們讚賞的 最後我亦都要感謝選舉管理委員會 和三萬多公務員同事 為這次選舉順利舉行所付出的努力 很快香港就會迎來新一屆的區議會 特區政府會加強和新一屆區議會的合作 共同解決市民關心的地區問題 最後我想說 在11月24日投票日之前的幾天 和過去的幾天 香港市民是 是體會到一個相對平靜 安全 有序的環境 我們看到馬路上多番車 甚至有時候有些塞車 看到市民亦都是 好像樂意出回來 逛逛街 我真是在這裏深切地期盼 這一種的安寧和平靜和安全 不是只是為了這場的區議會選舉 是香港市民已經發聲 不希望香港再聯絡去 希望能夠讓香港可以回復 這個平靜安全的城市 等到大家可以如常生活 我們亦都可以齊心協力 為面對經濟的困難 和很多民生的工作 一起去工作 看看大家有甚麼提問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喊到你的時候 用麥克風發問 這位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某些民主黨黨 有些民主民主党 在台灣政府 我們將中國六十五十五十四十五的內術 首先, 循璧・向寺議院議員的 véi是 就是選选取公司的联 Natal 18公司 不需要我和我支持香港的其中一位 因為按理,我們是選选取公司公司 但是我確實事件 這個特色公司選擇, unlike previous公司選擇選擇, 它是更多的, 更多的面子。 所以,我說在我的聲明昨天,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有很多選擇的選擇 來選擇選擇的選擇, 不僅僅是選擇選擇選擇的選擇, 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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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選擇, 但也要選擇選擇選擇 因此,我也 вн Ridgeaw 而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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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為惦發表示 AO查 qua as far as the pro-establishment members are concerned, of course fundamentally we do not take sides in a sense that we will side with particular political affiliation in elections because elections have to be conducted in a fair honest manner but for the pro-establishment 而在社群体的一些主要性格上的事情 是,如果我们承担了我们的行政, 我们承担了我们的政策,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做的性格上, 但我感谢, 从什么我们的党会说的, 他们继续 serve他们, 我们继续在他们工作。 林太,其實想問,因為你出了聲明 說會虛心聽市民意見和反思 但其實這次大部分當選的候選人 選前都說了一個民意的公投 要求政府盡快答應那五大訴求 正視警察濫用暴力的問題 包括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看到這次選舉結果之後 會否真正聽市民意見答應上述的訴求 改變你之前的立場 如果你連這種和平、理性表達的方式 都不回應 你會否擔心你剛才形容所說的那種 安靜、平靜的情況 無以為繼 將會引起新一輪的激烈示威 令到更多香港人傷亡的情況出現 第二個問題就是 建制派輸了之後 都覺得反映市民對政府的不滿 你自己覺得自己對於建制派大敗 你有多大責任 中央至今為止有沒有向你問責 最後就是 其實昨天不少當選的新當選區議員 也要求警方盡快撤離理工大學 釋放現在仍然在理大被圍困的示威者 政府會否答應這個訴求 謝謝林大 第一,原則上在過去五、六個月 我們都是強調 任何人有任何的訴求 都不應該是訴諸暴力 暴力是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不斷升級的暴力和激烈的示威行動 只會令到香港不斷地受創 今次的選舉也都見到 有不少的選民都是說 希望能夠透過投票展示 他們對於這個暴力的不滿 希望香港儘快能夠回復平靜 這是一個大的原則和大的前提 至於有關在修例事件引發出來的訴求 我在九月四日已經很詳細地作出了一個回應 特別是已經撤回了 是正式地撤回了這條條例的草案 亦都是所謂五大訴求裡面的第一項 至於其他那些我已經作了一個詳細的回應 而在當日我亦都是為未來的工作 提出了四項的行動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應該做的 就是盡快去啟動在四個行動裡面 因為過去的動盪 我未能夠可以詳細或者是跟進的 包括是跟社區對話 以至到是請一些社會的領袖 和我們分析這次這麼長時間的社會動盪的誠因 和香港面對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從而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法 第二方面 我並沒有得到中央要求問責的指示 當然每一場選舉 除了結果 大家都是很重視的結果 就像我剛才開場白說 過程也很重要 如果我們辦了一場是充滿了問題 亦都跟法治和公正有違背的選舉 這反而是一個更加大的對香港的損害 但是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很高興看到 11月24日的投票、點票的過程 而產生當選的區議員 整個過程都是順利有序的 至於我和建制派的關係 特區政府當然在很多工作上 都要得到支持政府的政黨和人士來配合 所以在這一方面 這次的選舉變成了一個反對政府 或者對政府表示不滿的議題的選舉 當然是對建制派的候選人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我高興聽到 這是無選建制派的人士 在未來繼續服務市民的初心 所以一如既往 我們和所有有志服務市民的團體和人士 都會沖繩合作 至於有關在理大的事件裏面 我在這裏作一個呼籲 希望現在仍然留在理工大學校園的 應該是相對少數的人士 可以盡快和平、安全地離開 但是在這個工作裏面 我們都是要堅守我剛才所說的法治 在十一前 警方是需要包圍這個理大的校園 是一個執法的工作 但是在處理留在理大校園的人士 警方已經按照我的要求 是採取一個非常之人性化的做法 因為希望目的和平解決 到今天我們的目標都是和平解決 所以亦都採取了一些靈活的做法 包括如果是留在理大的人士 我們是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士 我們呼籲他出來 出來只需要登記 他的個人身份和資料 就可以馬上回家 已經有三百位未成年人士 相信大部分學生 已經透過這個安排回家 我希望現在在理大校園裏面 是再沒有這些未成年人士 至於是他需要醫療的照顧的人士 早前我們亦都有安排 就是盡快送他去醫院 昨天警方已經表明 我們更加清晰 是以一個醫療先行的方法 對於有醫療需要的留在校園的人士 同樣是好像處理十八歲以下的 未成年人士 警方只會記錄他的個人資料之後 就盡快被他送到醫院接受這個治療 不會作出即時的拘捕 我在這裡希望留在理大校園的人士 能夠聽到警方這個清晰的呼籲 盡快離開校園 但實際上的工作是怎樣的呢 我也知道今天的警民關係是比較緊張 在校園裡的人士可能心裡也有些擔心 所以我們採取的手法都是降溫 以及不會有一個刺激性的 我知道今天理工大學的校方 就會安排一些工作小組 包括他們的教職員 專業的輔導員 醫療人員 社工和保安人員 準備進入校園進行游說 勸喻這些留守的人士離開 雖然警方再也已經公佈 我們也本身組成了一個安全小組 好 成員也包括有獨立人士 因為正正是剛才希望不刺激的態度 有中學的校長、社工、臨床心理學家 以及一些救護、消防的同事 但是我們還是準備在合適的時間 合適的時間才進入校園 就是希望不要刺激到在校園裡的留守人士 什麼是合適的時間呢 當然我希望我們完全不用出動 就是說如果理大的多個小組 能夠成功去找到這些繼續留守的人士 也都成功勸喻他們很安全地離開校園 我們這個安全小組就不需要啟動了 但是如果他們不成功 也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協助 那麼這個安全小組就會提供這方面的協助 那個工作的目標仍然是勸喻 是勸喻留守人士離開 我剛才說了 我們這次是一個執法的行動 所以已經進行了這麼多天 也都有不少的人士 總數是1,100位留守人士 所以已經按住這個執法的行動的需要 是離開了校園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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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確著大公共有 relief There is clearly the public support of the protest movement Should you not offer some concessions Perhaps an enquiry into what's happened here because they are saying to all of us That they will go back and it will be even more violent If you don't engage Is it not time now six months in to properly engage rather than just say there's a silent majority Which clearly doesn't exist I did not refer to a silent majority, I did confess that this particular election has clearly reflected that many voters wanted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and views to the government, to myself. And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 hope you will agree, are quite diverse.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to express a view that they can no longer tolerate the violence on the streets, there are of course people who felt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not handled competently the legislative exercise and its aftermath. But as I have said very clearly on the 4th of September, we have officially and formally withdrawn the bill, which was a cause of all these social unrest. The next step to go forward is really, as you have put it, to engage the people. And we have started public dialogue with the community. But unfortunately, with the unstable environment and the chaotic situation, I could not do more of that sort of engagement. I hope that the environment will allow me to do it now. And of course, like in the other places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the 2011 Tottenham riots, we are now modeling on that arrangement to set up an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 to look at the causes of the social unrest, which has lasted for so long in Hong Kong, to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problems, social, economic, or even political, and to recommend mea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se will provide us with a way forward. But let me just stress that after these five or six months, Hong Kong people have realized very clearly that Hong Kong could no longer tolerate this chaotic situation. Everybody wants to go back to their normal life. And this requires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every one of us. So as I have said repeatedly, resorting to violence will not give us that way forward. So please, please help us to maintain the relative calm and peace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last week or so, and provide a good basis for Hong Kong to move forward. Thank you. Thank you.